今年是108课纲首届升学 台东高中众多学生已经由特殊选材、独立招生、繁星推荐等多元管道进入到自己的理想校系 而考上医学系的同学们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学习过程以及面试经验 鼓励学弟多多开发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种竞赛等活动 今年是108课纲首届升学 而台东高中成绩亮眼 共有四名学生录取医学系 而同学们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学习过程以及面试经验 我没有参加科展 我是选生物体 我在做实验、生物的探究的时候 慢慢发现我对生物其实也是有兴趣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探索的理由 在读学车方面的话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可以算议主持的地方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后面在几次准备面试的过程中 就是有参加一些学校的模型面试 然后当然我的爸妈因为也有相关配備 所以没有可以让我问什么问题 发现我牙医界的繁星一阶有过的时候 开始准备二阶面试的时候 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就是在台东的资源会比较少 所以就是要自己去往外去找一些资源 那我去找了一个补习班的吕老师 那他在整个过程帮我面试还帮助蛮大的 因为他有帮我找蛮多资源 那另外这个学校 有办一些模拟面试的事情 还帮助我们去更了解整个面试的流程 现在这种入学方式就是管道变比较多 那在选择上也可以 就是会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 我那时候也有报原住民医师人才的计划 然后最后是 现在是用原住民医师人的计划 上四季大学的地学系 努力了三年多元的学习管道 让同学们参与各种活动比赛 也带这些学习历程将踏入新的人生阶段 解诚如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